昨天的大立光法縮利空 讓今天的台股下跌了119點 不過今天的大立光 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跡象 這個跡象的話會影響到 接下來的蘋果供應鏈的走勢 然後怎麼樣找尋這些蘋果供應鏈的買點 請看我們今天盤後解盤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020年7月10號星期五的忍者無敵 我是莫證券投顧分析師陳坤仁 各位投資朋友今天是星期五 依照慣例還是一樣預祝各位投資朋友週末愉快 可是今天的行情卻有一點點的一個變化 那是什麼樣的變化呢 其實我在昨天的影片 甚至在今天早上的盤前解析的時候 我想做到一些提醒的這樣子一個動作 那我們先看一下昨天的影片的一個標題 來 昨天的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先看一下這個點閱數 點閱數我覺得算是算近期的一個 算相對新高 那真的是感謝大家的幫助的支持 那我常常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希望在我的節目裡面 就是那種只會喊多 然後就亂腔打尿 然後什麼喊掌停板 再來恭喜會員的那樣子一個節目 我真的很希望在我的節目裡面 該說多的時候 我就告訴你為什麼多 你可以做多 那如果真的行情有所謂的 嗯 警訊 或者是說有一些必須要跟大家來做提醒 的一些看法的時候啊 我也會用強而有力的數據的背景 然後來跟大家來做分析跟分享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我覺得來可以來到 投顧界幫大家最多的一個主要的原因喔 所以甚至在昨天的解盤裡面啊 因為昨天下午錄影的時候 我還沒看到大力光的法說 然後我在我的那個 Youtube的影片裡面 我還特別補充了 大力光的法說的重點的摘要 我們這個等下再來說明 那另外會有一些評論 然後 然後後面下面有網友 跟我們分享的就是 就是真的是支持我 那我真的是感謝大家的一個支持 那我覺得真的是要用數據來著正我的看法 然後才可以幫助更多的投資朋友們 那我前面講太多了 我就直接來講今天的行情好了 來 今天的行情的時候啊 我覺得 應該之前有跟大家來做幾個 最重要的一個複習跟提醒喔 那今天還是借我一點點時間 來做一個簡單的複習 來 時間一樣回到6月11號的那個時間點 那個6月11號是哪一天呢 就是在這邊 那這一根K棒是在6月份發生的一個 高檔大量黑K棒 那請記得我叫做是高檔大量黑K 我沒有用所謂的爆量的這件事情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什麼叫爆量 來 那天的時候我說高檔爆量 高檔大量之後啊 比較健康的走法叫做是拉回 然後再做整理整理以後 然後再往上攻擊的那個行情 或者是那樣的盤勢 會更加健康 所以 這樣子整理過了10幾天之後 11月2天之後啊再創新高 然後再創了一個30年的新高 甚至是一個波段的 就今年的新高跟30年的新高 那可是時間又要回到了今年 就是7月7號的這個時間點啊 又發生了一個高檔大量黑K棒 然後我本來的講法也叫做是 如果可以讓行情在那邊去做 稍微整理一下的話 那一樣會對後續的盤勢更加健康 那為什麼要這樣說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我叫做尊重技術面的一個走法 就是如果技術面是用這樣來走下去的話 那確實是一個比較合理 而且健康的一個狀態 可是這一次就跟上一次有一些些的不一樣了 那什麼樣的不一樣呢 我們就 我就直接跟大家來講答案 那我不曉得今天時間夠不夠用 來 上一次的這樣子一個整理的過程 然後它是台幣在升值的一個趨勢的狀態 然後甚至它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拉回 之後的一個整理 可是這一次 在我看起來的這兩個跡象啊 明顯的跟上一次不一樣了 那怎麼樣不一樣 來第一個 我們就說所謂的拉回的這件事情 那我把這邊的放大 來放大之後你會發現 怎麼原本高漲大量黑黑之後啊 這2700億的這個大量 已經是8523上漲以來的一個最大量能囉 那假設如果它可以 像上次那樣子去做 來 去做一個適度的拉回 然後它那天的拉回是在 不到月線 然後就開始在做一個 盤啊盤盤啊盤 你知道有沒有 然後可是這一次啊 發生了一個高漲大量之後 它並沒有所謂的拉回 然後它就試著要往上創新高 那這樣的創新高 就會發生了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叫做是 如果在這個創新高的過程中 然後量能卻沒有辦法 繼續的一個補量再補量 去往上攻擊的時候啊 就會發生一個高檔的一個追價 然後是那種多方追價無力的一個狀態 所以在7月7號的一個創新高的過程裡面啊 然後我們就發現 怎麼7月8號7月9號的這個創高 然後卻是一個成交量沒有辦法再持續在 跟上的這樣一個狀態 然後我就跟大家說明說 那其實在這邊啊 有一個比較 就是 不如我們之前那樣子說 拉回整理 更健康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個我是提醒大家第一個風險 然後第二個風險的話是 新台幣匯率 你會說 有啊 當然你看這個趨勢這麼漂亮 那大家都在說 每一個分析師都在說資金行情啊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這件事情 叫做是 我很老實的說一句話 叫做是 如果當大家都在說同一件事情的時候啊 你可能要小心一下下 那是不是有一些 細部 你沒有發現的事情 或者是細部 他們沒有發現的事情 正在慢慢的發生中 那我直接給你看 我們昨天講過的 發生了兩天的事情 今天又第三天發生了 那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這個7月7號的那一天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指數創高的 原本第一次創新高的那一天的 新台幣匯率叫做是29.345 可是如果你看 在接下來的幾天 包含8號9號跟今天的10號 這三天的匯率啊 其實並沒有在創新高喔 所以這個升值趨勢 是不是有一點點漸漸的沒有在走這個趨勢了 那是不是有點像是在那邊盤整了 那也因為這個新台幣的匯率 讓我有多了一點點的一個警訊喔 所以我在昨天的時候 就先跟大家說明 有可能有一些些狀況發生 所以 再回到大盤指數 那明明在7月9號的時候 再次創下了一個收盤 甚至是盤中最高點 可是新台幣匯率的話 卻沒有跟隨 可以伴隨著一起創新高的價位 那這個 其實如果從技術面的角度來說的話 我可以比較明確的定義 它到處是一個背離的現象 那成交量沒有跟上 它是一個比較 就是一個也是一個背離的現象 就是如果指數創高 可是某一個指標沒有跟著上來 就像成交量沒有明顯跟上來的時候 這個叫背離 然後或者說 指數創高 可是新台幣匯率卻也沒有跟著一起 在創新高的這樣的匯率的時候啊 那這個也叫做背離的狀態 所以 在今天的行情裡面 就看到了一個比較明顯的回檔整理 所以今天的大盤大跌了119點 那 收在了 至少還收在1萬2千點之上 不過你如果要問我說 行情是不是就此轉空的話 我就會跟上一次在看 所謂的NASDAQ指數一樣 就是因為NASDAQ那一次是因為 給你看一下 它是在創新高 就是在創歷史新高之後的一個拉回整理 所以 就在這邊吧 這邊 這邊 6月10號的時候啊 它其實創了歷史新高之後的一個拉回整理 那我就說 其實它 叫做是創歷史新高 所以創歷史新高之後的整理啊 我們就會給它多一點點時間 然後它就很快的 結果又再創了新高 然後到 昨天為止還在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回到台股來說的話 如果真的是有所謂的創高之後的拉回的話 我在整個大的趨勢來說的話 我還是會說那個震盪偏多的一個看法是沒有改變的 就是多頭的一個行情的看法是沒有改變的 那只是呢 在你短線上面的時候 還是要留意一下所謂的技術面上面的一些背離的現象 然後甚至我有提醒大家叫做是 如果這個時候啊 就是請你不要 像之前那樣子過度的積極的追加 當然我知道 資金行情依然在 當然我知道 現在目前看起來 就是今天台積電還是依然在做創新高 可是有一些些的現象就是細部的現象 該提醒的 我會在我的節目裡面 甚至在我的Telegram裡面 Telegram和Line裡面啊 都會跟大家來做提醒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真的能夠幫助到更多投資人的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 在投顧界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好處 那我就要再次強調 講到這邊借我講一下 來 Telegram務必要做加入 那我的Telegram 我每天早上7點多的時候 就會先把我們的盤前解析 就直接分享給大家 然後在盤後的時候也都會有 影片啦 或者像是反正抽碼追蹤 然後有一些好的工具跟個股分享 都會分享給大家 那Line的官方帳號的話 會有我的 會有我的 我們可以一對一 來做私訊的討論的留言 那你如果不方便在YouTube上面留言的話 你也歡迎你在 那個Line跟Telegram上面來跟我私下來做討論 那這個都是秘密 然後 不會公開揭露的這樣的一個訊息喔 那另外再補充一下 這是我的 YouTube頻道 所以在YouTube頻道裡面的話 也請務必按讚訂閱 還有分享 那加開小鈴鐺 你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的影片的推播喔 那 行情還沒講完 我要講的是 其實我很老實講說 我那個講錯了一件事情 那講錯了什麼事情呢 就是大立光的法說會 那原因是因為在大立光的法說啊 我本來的期望叫做是 大立光會在這一次的法說會裡面 釋出一個下半年利多的一個訊息 那為什麼我這樣看的原因是因為 原本的iPhone 就是歷年的iPhone的下半年的旗艦機 大約就在9月份的時候就會公開發表 然後就會在6月和7月的時候啊 這個營收包含大立光 包含了蘋果供應鏈的營收就會開始 就是從Q2的淡季走向Q3的一個 旺季的這樣的一個題材 所以在前幾天公佈大立光6月份營收的時候啊 其實它營收41.36億元 然後其實它有優於大立光自己的預估 然後而且還有一個月增大概接近7% 跟年增1.48%的那個這樣的狀況 所以那甚至像是那個玉金光的營收啊 也有創了今年的新高 那年增的話有三成的部分 可是竟然它在昨天的時候講了一個 就是七八月來看一下 我這邊有做補充嘛 來它這邊講到一個叫做是Q3的忘記不忘 而且七八月的動能拉貨動能 竟然跟六月叫做差不多 而且九月的訂單呢叫做是看不到 所以今天的大立光就造成了 今天的台股的指數的一個下殺的主要的原因 那今天的大立光來 中錯了9.48% 那當然蘋果供應鏈的相關的個股 像玉金光也被它拖下去了嘛 然後就跌了5.5% 然後甚至像是大家喜歡做的這種滑通也跌了7.86% 那另外的話像是這種 我不用講太多檔大家再看幾檔就可以 來 增頂的話也下跌了4.68% 所以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昨天前天為什麼大盤不跌的原因 會不會是因為在等待大立光的法說來做下跌 那當然這個叫做是 事後論啦 可是如果就 行情的一個相對的一個高點來說的時候 我確實是提醒大家不要去過度的積極的追加 那如果以大立光的下跌來說的話 那就會有剛好印證這樣的一個現象 可是我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 今天的大立光下跌 它其實有一些些的一個 我覺得還蠻 可以值得跟大家來做分享的 就是如果你看今天的大立光 它是勉強守住了4,010元的這樣子一個4,000元的整數大關 而且今天的量你看 它今天的成交量放大到2,800張 那你會說2,800張有什麼了不起的 可是如果你用金額來換算來說的話 現在的大立光一張叫做是 買一張大立光必須要花400萬 我舉整數 那假設如果2,800張的話 需要換算的金額叫做是112億 那也就表示說 今天的大立光有112億的多空在這邊去做交戰 而且它今天的大立光竟然沒有跌停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來說的話 我再給你看一下 今天的這樣的一個大量叫做是爆量 來你有看到今天的量在更早之前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嗎 那那天的話是在2019年的6月6號 那也就是表示接近一年之前的那天的大立光 也有發生了類似相同的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甚至在最近在今年的3月19號的時候 今年的3月19號的大立光也發生了相似相近的一個這樣狀況 它那天的成交量的話是2,294張 那今天的話是2,800張 那在這幾天的成交量在 我認為這叫做低檔 那原因是因為我一直覺得他們是一個評價偏低的一個狀況 包含了大立光跟台積電 那假設如果真的能夠在這個相對的低檔區發生了一個爆量 的這樣的一個現象的時候 那這個量其實是值得你去做一個指標的 那為什麼我要說這樣的指標的原因是因為 在大家的心目中還是覺得大立光它是 終究還是一個高階的智慧機 甚至是iPhone很重要的一個供應鏈的一個象徵性的一個指標股 所以假設如果今天的大立光在這一個112億的這樣的一個多空交戰的狀況來說的話 那假設如果今天的低點不要再破的話 那如果可以在這邊相對一個低點然後再往上慢慢的盤間向上的時候啊 那我要告訴你 iPhone叫做是只是遞延不是消失 因為他說9月看不到 那很有可能就是看到的狀況叫做是搞不好下半年從9月10月的這個營收啊 真的就這樣拉起來了 那大立光沒有騙人 我一直認為大立光跟台積電他們的法術會的內容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去做參考的 而且他們兩家真的都是古王跟拳王 這是非常非常中肯的一個講法喔 所以如果就這樣來看來說的話 我會提醒大家留意一下今天的大立光的低點 那是否能夠守得住 那如果守得住的話 那很有可能這之前的一個現象會再次發生 那你會說大人哥那個大立光一張400萬 這我不會去買啊 那我不是叫你買大立光 我是告訴你 你可以借用大立光 來看所謂的蘋果供應鏈的一個狀況 或者是說你用大立光 來看所謂的高階的手機的相關的一個供應鏈的這樣一個狀況 那甚至我會告訴你 比如說我們之前說像你可以用恐慌指數 或者你可以用美元的指數來去看美國的一個股市的一個狀況 那你可以用台幣匯率來看台股的一個狀況 那這些相關的指標它都是很重要 會可能會去影響一個大的族群的這樣的一個觀念 所以這個是一個做一個小小的補充 所以在大立光的一個法說它既然有一個比較主於悲觀的法說 而且它的股價是用這樣子爆量的方式來做反應的話 那我真的要提醒大家特別留意現在目前的一個大立光的一個狀況 然後另外的話呢再次然後再講到是下禮拜 因為通常大立光完之後就會有台積電的法說 那就通常都差一個禮拜 所以下個禮拜的禮拜四 那台積電也會有召開它的法說會 那台積電法說會的時候你可以注意一下他們對於下半年的一個景氣的看法 甚至因為它其實前一陣子就說過了 它覺得那個手機確實是比較疲弱一些些 可是因為5G還有叫做是高階就是高速運算的這樣兩個相關產業的這樣一個高速成長 就是爆發性的成長然後去抵消了手機的這樣一個下滑的風險 所以我剛剛看到台積電也公告了它的營收了 那台積電的營收我剛剛看到是也是近三成然後就創新高 而且月增 月增近三成28.8% 然後年增的話還有40.8% 所以5G目前看起來還是下半年可以值得去期待的一個族群 然後另外的話像高速運算的一些相關的也是一樣可以提醒大家的 那還有再繼續講一下就是說在現在目前的一個行情啊 就是叫做是雖然看起來叫做是相對的高檔 那可是叫做是如果可以再整理一下的話會再更健康的這個看法是依然沒有改變的 然後旋骨方向的話依然可以去尋找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那幾個供應鏈 那蘋果的話那就可能就稍微遞延一下下 那你看一下台積電你看一下大力光是不是可以在這邊去做守住低點的這樣子一個抑制 或者是說這樣子一個動作 然後另外我再補充一個小小的事情就是在我的昨天的影片裡面啊 有投資朋友在留言就是為什麼就是為什麼最近身家那麼樣的弱勢 還有一個留言跟我講說他其實那個每一集都有按讚那這個我真的沒辦法了 我真的就是你只要講到這些關鍵字我就一定會回覆你 那只是說因為那個這位投資朋友問到叫做中探真 可是中探真真的是一個很冷門而且他的股性真的是超活潑 而且他的量啊有時候大有時候小 所以這種公司我自己很坦白的告訴你我沒有看過他的研究報告 所以我真的沒辦法太深入去介紹他 但是如果就身家來說的話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身家我在700塊的時候就已經跟大家不蓋牌去做分享了 然後我也不斷的提醒你叫做是如果我買在700塊 我可以賣在900多塊我這樣的獲利是三成 一張就是賺20幾萬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追在這裡 追在900塊的人的時候啊你就要去考慮到一件事情 叫做是他真的有千金的實力 可問題是你如果從900塊去買它的時候啊 那試問你從900你要報到哪裡 如果你真的是叫做是挑戰千金報到1000塊的話 你只有10%的一個報酬 所以我在我的操作理念來說的話 我都會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叫做是 請問你要用多少的風險去換多大的利潤 那假設我如果700塊來買它 我可以用10%可能在600塊附近的時候啊 先去做停損掉 可是我可以換到900塊這樣子一個很大的報酬 可是問題是如果當你在900塊去做買進的時候 請問你的所謂的風險和報酬要去怎麼樣去做比較 那這個是我覺得在操作面上面 我可以再跟大家再次重申的一個這樣子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那另外身家我也小小說去做補充 原因是因為它的營收啊 目前看起來確實是一個比較疲弱的狀況 那我舉幾檔例子給你看一下 就是台積電之所以它是權王 你看一下它的營收的年增率 這邊是營收年增率 那都是40% 16% 28% 然後42% 然後月增的話當然它會有季節性的因素 可能有時候多有時候少 可是你如果看它年增的話是 就像這樣子很穩定的每年 就是每個月都有年增向上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這就是權王 它之所以權王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之一啦 當然還有其他的比方說技術先進這些相關的 然後另外的話你看這個是誰 這叫系列 這叫做千金 而且它是2000塊的千金 那為什麼它可以成為2000塊的千金 當然它技術領先 之外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營收的年增率 有沒有看到17% 48% 44%跟71% 然後這每一個幾乎都是年增 很明顯的年增的現象 然後再看一檔 這是誰 信華 這是千金 那一樣技術領先 產業地位確定 然後它也是去美化的很重要的相關的公司 然後它的營收的年增率有沒有看到 92% 然後85% 43% 所以你在看一檔公司的時候啊 我可以提醒你一件事情 叫做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營收的趨勢 那營收的趨勢的話你去看月增年增 尤其是年增更加的重要 然後呢 如果是這個玉金光 那玉金光我相信它也有挑戰千金的這樣一個實力 那原因是因為我先看一下大力光好了來 大力光的狀況叫做是你看喔 它到它4月5月的時候還在年減 然後好不容易從6月的時候開始翻成年增了 可是呢 你看玉金光卻是它能夠一直年增年增再年增 的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它不但接到了蘋果的訂單 而且它的所謂的毛利啊 很有可能是也跟著一起喔 有去做良率的提升 然後毛率的提升了 這個是我在推測的 所以比方說再回到投資朋友問的這個是身家 那身家的話5月份 那時候我們有跟大家分享過了 年增的時候它是年減的 那6月份已經說它剛開出來 然後它也是年減24% 所以再次提醒你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操作的時候啊 有一些眉眉角角的一些 操作面上面的一些很重要的指標 那也請你務必再做一些留意 那比方說營收的年增率的話 這是還蠻不錯的一個可以值得來跟大家做分享的 因為剛好有投資朋友在我的影片上面去做一些留言 而且這檔股票真的是我之前分享過的 而且我已經提醒相對高檔的風險的 那就再一次用那個營收的年增的這樣的一個觀念 來做一些些的分享 然後我覺得時間到節目最後了 那我的節目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我是陳坤忍分析師 我是某證券投顧合法合規的分析師 但是你在我的節目裡面 你不會看到我在那邊亂槍打鳥 你不會在那邊看到我說 我有多厲害什麼什麼賭票是漲停板的 然後我會告訴你 我看到了什麼 我會用數據來佐證我現在目前的看法 那假設如果真的有看錯 比方說大力光法說 我就真的是看錯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看錯之後 你應該怎麼樣去再觀察它的一些細部的指標 或者是後續的一個發展 的這樣一個相關的一個 的那個美美嘎嘎的部分 那我之前分享的股票 如果你要繼續問我的話 我覺得我盡可能還是一樣告訴你 但是如果當我在提醒你風險的時候 那就請你要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因為我不能告訴你買賣點 但是我要告訴你的就是 那個相對高檔的風險在哪裡 的這樣一個問題 來Line跟Telegram也務必來做加入 你如果不方便在YouTube上面做留言的時候 你可以在Line跟Telegram上面 來私訊來做問我 然後YouTube也務必來做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加開小鈴鐺 你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的影片推播 那一樣今天星期五 預祝各位投資朋友週末愉快 那下星期的行情會怎麼樣發展 我們再來跟大家來做分享 跟補充教學 謝謝大家 謝謝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